马桶漏水是悄无声息,不易察觉的。 因此,每年最好至少做两次马桶渗漏检查。 首先,移开水箱盖子。别担心,即使您有一段时间没有清理过, 水箱里的水也是干净的。 像箱内滴几滴食用色素,请不要马上冲刷马桶。 大约十分钟以后,查看一下马桶内。 如果马桶内有食用色素,证明马桶漏水。 大多数马桶漏水是由于水箱内橡胶密封塞老化引起的。 如果密封不紧,就会造成渗漏。 目前,市场上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密封塞, 在您购买时请带上您的旧塞门,以确保买到正确的型号。 开始之前,先关闭马桶进水阀,接着冲刷马桶,清空水箱。 拆卸挡板时,先将链栓从冲洗杆上取下, 完全移除旧挡板。 换上新的,并将链栓挂到冲洗杆上。 打开水阀,冲洗马桶,你的维修工作完成了。 如果您的马桶是1994年之前安装的, 更换一个更高效的新马桶比维修它要好。 请注意那些带有WaterSaints标志的马桶。 这些马桶比旧马桶节约30%左右的水, 而且效果一样好。 您有可能会得到安装带有WaterSaints标志新马桶的相应折扣。 请登陆www.savingwater.org 或致电206-684-7283 获得更多信息。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